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週末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宜江 宜江請說 大家晚安 不管晴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我是宜江 今天颱風杜蘇雷 在今天上午已經登陸了中國福建 台灣本島的陸地也隨之脫離了暴風圈 今天在北台灣的上午 也轉為多雲的天氣 而整個東半部以及南台灣 因為受到整個殘留的水氣影響 所以今天是持續有打雨的狀況 不過到了現在 基本上降雨是已經緩和了很多了 所以氣溫方面呢 在氣溫方面 因為整體上都是灰蒙蒙的天氣 而溫度上也上不太來 所以今天本島在最高溫 只有32.8度 地點就是在我們的新北市地區 不過預估整個整體降雨趨緩了之後 明天的溫度就會稍微回升了一些了 至於之後的天氣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 首先就從衛星雲圖上 一起來看看了 雖然杜蘇瑞颱風加速遠離我們 但是受到它整個外圍環流少到的影響 在風勢上以及整個天氣上 多多少少都還是會受到它的影響的 從圖卡上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目前杜蘇瑞颱風是直接進到了中國的陸地 之後它整個結構也會慢慢的消散跟減弱 也不會引進洗濫氣流 只是還有一些水氣在殘留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水氣還是蠻偏多的 整個各地在週末假期還是會有持續的短暫靜雨 而且在中午過後加上整個熱力作用影響 明後兩天對流的發展也會比較旺盛一些 所以山區還是要留意大雷雨的狀況了 而到了下周來看到觀島這邊有一個颱風 星度颱風卡努已經逐漸形成了 預計它會往整個日本的琉球方向來前進 但是因為目前它距離台灣還是蠻遠的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後續還是持續要來關注它對我們的影響 而至於溫度方面 因為整個降雨也慢慢趨緩了 當然整個溫度就會逐漸上來了 從圖卡上就可以看到 杜蘇瑞颱風登入中國之後會逐漸消散 為迪亞系統 而明天受到這個中午兩天 受到整個偏南風的影響 我們台灣的天氣大致上是多雲的天氣 而且隨著降雨的狀況趨緩 白天的溫度也會順時被帶起來 所以整個環境高溫預估會來到三十二到三十四度 不過加上整個大環境的水氣 還是比較偏多的狀況 所以感受上還是比較潮濕跟悶熱的 所以提醒朋友們 週末出去玩最好可以隨身帶個水壺 可以多多補充水分 預防中暑了 那麼明天在中南部 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得到陽光的 所以還是要注意防曬補水的工作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曼洲高溫二十九度到三十一度 有六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太武來一春日高溫三十一度到三十二度 有三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三地門烏台馬加高溫三十二度到三十二度 留意九成的降雨機會 高雄桃園納馬下茂林低溫十四度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加以阿里山氣溫落在十四度到三十度 有七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仁愛與池水里及信義低溫十二度 高溫來到三十度 台中和平地區氣溫落在十七度到三十度 要留意短暫降雨 苗栗南庄石潭泰安高溫來到三十度 要留意六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新竹關西兼十五峰低溫十六度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新北烏來桃園的復興高溫三十到三十二度 有九成的降雨機會 宜蘭大頭南澳地區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有七成的降雨機會 華林新城華林石潔安高溫來到三十一到三十二度 秀林萬榮地區高溫三十一到三十二度 要留意九成的降雨機會 收封封兵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有六成的降雨機會 風林光復及瑞穗高溫三十二度 有五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卓西玉璃及負璃高溫三十度到三十二度 台東海岸線地區高溫三十一到三十四度 是多雲的天氣 至上灌山海端岩坪高溫來到三十度 有五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陸野台東是北南高溫三十到三十一度 有三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台馬里大五金風達人是多雲的天氣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南嶼地區氣溫落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最後來到外島的連江金門澎湖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從明天開始天氣會逐漸好轉起來 整體上也會轉為夏季型的天氣形態 也就是白天高溫悶熱中午過後要留意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狀況 所以大家要趁著週末假期要外出活動 或是明天要著手清理家園的朋友們呢 就要注意中午過後天氣上的變化了 而到了下週呢就要持續觀察 這個今天生成的卡奴颱風 雖然對我們目前沒有直接的影響 不過下週要持續觀察它的動態了 最後要再提醒我們的山區部落的朋友 尤其颱風才剛走 目前土石含水量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遇到大雨或是要留 就是要留意貪方或是弱石的情況了 出門還是要留意安全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大家